请 干嘛呢 好聪明 这马上开始了怎么不进去呢 经理 新产品发布会 不是定在郊外 可以看到星空的地方吗 怎么 改在室内了 我看今天天气预报 也没说下雨啊 姑奶奶 你能不能想点 简单有效又节能环保的办法呀 这在郊外星空下 繁星闪烁 流星滑过 可以许愿 我也想呀 这不迟迟临时变卦好吗 听说池总特批了这个场地 免费的 你就别啰嗦了啊 郑小姐 郑小姐 你这是又怎么得罪郑大小姐了 我觉得看你眼神不对啊 莫为事情 纯属躺枪 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 抽空参加美克拉美的新品发布会 这次我们美克拉美总共推出了两个系列 分别是象征美好爱情的 遥光之心系列 还有代表浓缩了女人一生的 魔术人生系列 女人的一生 听说目前VIP唯一定制的一枚 遥光之心在你那儿 怎么 你不让我看看 那是合作伙伴送的赠礼 再说了 你不是不喜欢别人的设计 谁的设计无所谓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喜欢 随手丢了 那就好 戒指丢了无所谓 可千万别把自己的心丢了 这就是同事文生系列 现在就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 谢谢 谢谢 我有话说 郑宝珠 你是想在这儿 再宣布一次订婚吗 怎么 怕有心人听进去啊 订婚不是二戏 如果你想跟发布会评成 我都不做 今天历临咱们发布会的 还有 时事集团总裁 迟墨先生 以及著名设计师 郑宝珠 小姐 大家欢迎 这次新品挺不错的呀 附总 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新品发布会 我们还准备了小礼物 你要不要带去啊 她不会来了 郑小姐 奇怪了 什么她不会来了 迟墨跟郑小姐复合了 还是韩逸说得对 有钱人终成眷属 恭喜郑小姐达成心愿 祝您和池先生长长久久 百年好合 废话少说 我这一次找你来 是想让你出个主意 我总觉得迟墨对好聪明 没有死心 那郑小姐的意思是 我想让那个好聪明 对迟墨死心 彻底离开她 这个有点难办啊 钱不是问题 好聪明是你的好闺蜜 好兄弟 朋友不是拿来出卖的 大好的赚钱机会 怎么能错过 况且 聪明的男朋友是宋晓晓 又不是池墨 你不要被她蒙蔽了 朋友不能拿来出卖的 有钱不赚是傻蛋 你要是出卖朋友的话 哪那么多废话 爸 这办法倒不是没有 如果让好聪明 看见池先生心甘情愿地 与您郑小姐订婚的话 我想她就算是脸皮再厚 也不会打扰到您和池先生了吧 具体的我都想好了 新技术的钻石开发项目 终于结束了 我终于回来了 就结束了 我终于结束了 你们 阿苏鸣 有你快递 谢谢 正下午后 谁会这么好心给我一个舞会的邀请函 也没有记见人姓名 难道是小小